Transformer下載 在Windows底下你要用Squatch 2 來使用Arduino做一些創作 有好幾個方式可以選擇 那這一堂課是介紹的是 Transformer 的借接方式 那請你連上 KODOROBOT這個網站 這個官網然後選擇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他會要你填一些資料 填完以後 他會送信到 你的 Gmail裡面去你的信箱裡面去 那這個時候 他會有一些連結給你下載 那如果你需要下載新一點2.0的版本 是這個版本 所以你要把這個網址 可以按右鍵 用新分頁開啟連結 他是一個檔案把它存起來 這樣子就已經下載完了 他會在哪裡在你的下載資料夾裡面 會多一個像機器人圖示 那安裝 那安裝基本上也蠻容易的 把它點兩下 按執行 選擇4 然後按下一步 下一步 要不要在桌面上建立圖示 如果你 覺得需要你就在桌面上建立圖示 下一步 完成 完成 好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借接程式的安裝 好這個時候你在桌面上面 就會有這一個 圖示可以用 或者在應用程式裡面所有程式裡面 你也會找得到 這一個 Transformant這個 那反安裝程式是這一個 有些人 要不要在桌面上 就這樣 不想說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